行程满档 预计10天后抵达台北 蔡英文今天也说确定不会参加10月10号的国庆典礼 但她强调这无关国家忠诚度 她会就近在台南参加升旗典礼 从小英八市换乘吉普车 蔡英文的台一线之旅第二天从屏东东港启程扫街 沿途不止民众夹到欢迎 甚至有老伯伯骑着脚踏车自行加入队伍一路跟随 到了客家庄 身为客家女儿的她各式受到热烈欢迎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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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女总统一定贴心 女总统一定非常的非常的感受到大家的心情 速决要成为更贴心的总统 蔡英文充分展现女性魅力 甚至还走进校园 请停体育选手的培训与就业问题 一天行程超过10个 而且一路北上各县市都要停留 预计10月16号才会抵达台北 为了完成这趟旅程 她也确定不会参加今年的国庆典礼 我们就就近在台南市政府所举办的相关的典礼上面参加 那我要再一次强调 这跟国家忠诚度无关 那么国家的忠诚度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做一个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不需要距离于这个疑似性的这些问题 强调不参加典礼不代表对国家不忠诚 就希望对手阵营别对此做文章 不过即使第二天副手苏家权已经没有陪同 屏东还是有国民党籍立委隔空喊话 要蔡英文正面回应农舍正义 蔡英文则呼吁对手阵营别过度炒作 希望这场选举能够尽快回归到政策面的讨论 记者王家称许正俊